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协议或者是条约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accord 叫做协议或者条约 但因为accord这个词呢 一般多表示国际协议条约 就是国与国之间签订的这个条约 本分中指的是美国和欧盟之间签订的 用这个是比较合适的 那么跟它类似的还有一个词叫treaty treaty一般也是表示国际条约 两国签署的这个条约 我们分别读一下accord treaty 以下有个著名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就是在多年以前了 这个组织所谓的NATO NATO 分别代表什么呢 NATO is short for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orth是北部的 Atlantic是大西洋的 treaty是国家的公约条约合约 Organization组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就用它 但是我们一般的合同 什么什么条约 协议 一般都可以用这两个词是通用的 本分中也出现替换了 我们大声对下 pact pact 这两个词是万用的 没有什么场合限制 这是协议条约 还有我们常说的合同 两个人之间签署的合同 一般用这个词我们大声那边 contract contract 这叫合同 而后面这个词呢 一般表示公司之间的协议交易 做买卖上的交易 再来面 deal deal 这就是交易 但是 无论是哪一种协议合同交易 都属于这个范畴 我们用这个词是万用的 再来面 agreement agreement 这是一个万用的词 各种协议啊 条约啊 交易啊 合同啊 都可以用agreement 它表示同意是不可数的 表示合同 协议条约是可数名词 好 这是把这个协议条约 本分中出现好的替换 咱们先做一个简单总结 到课文中 看到就好讲解了 好 这个词看到这 大哥 这是一个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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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